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听听音乐 谈谈乐器 对一般人来说再平常不过 但在阿富汗却是遥不可及的梦 阿富汗人民过去在塔利班组织高压统治期间 严禁任何和音乐有关的活动 更别提地位低落的女性 不过最近有一群十几二十岁的女孩 冒着生命危险组成阿富汗第一个女子乐团 她们挑战传统克服歧视 最近还登上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演出 让世界听见她们的声音 包着头巾专注演奏乐器 她们是阿富汗第一个女子管弦乐团ZORA 由三十五名十三到二十岁的女孩组成 过去在塔利班组织高压统治下 阿富汗严禁任何和音乐有关的行为 这群女孩克服死亡威胁和歧视 勇敢追求音乐梦 最近更登上国际舞台 在瑞士达福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演 让全世界听到她们的声音 其中年仅十九岁的帕尔瓦克 出生在保守的库纳尔省家庭 在那里女孩子禁止上学 学音乐更是遥不可及 帕尔瓦克肩负家族压力 逃到首都喀布尔 进入国家音乐学院 现在已是阿富汗最年轻的女指挥家 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帮助许多女性 争取受教育的权利 创办人萨马斯特挑战阿富汗传统 曾遭自杀炸弹客攻击 差点丧命 但ZORA乐团的团员并不因此却步 期待有天音乐能带给国家改变 ZORA乐团演奏阿富汗本土及西洋歌曲 成立三年来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他们的专辑在欧洲美国发行 获得广大回响 团员不仅展现对音乐的热忱 更希望唤起阿富汗对女权的重视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之邦大联盟春巡开跑 迈阿密马铃鱼对台湾左头陈伟英 完成报道手续 神情轻松地正式投入新球季练习 英在去年因为受伤休息近两个月 今年重新开始 他表示状况很不错 除了练习投阶球外 陈伟英也进行打击训练 希望本季能提升打击实力 回出安打 拼生涯百胜记录 两个状况都还不错 因为毕竟今年就是有特别 好好的去准备 就今年的目标希望就是 达成每日的通算100这样子 那会借由这个目标来前进 马铃鱼对投手费南德兹 去年因为意外丧生 今年球队加入日本籍新队友 田泽淳一 陈伟英表示因为自己会说日文 会尽力帮助新队友 让他不感到陌生 也希望费南德兹的事情 不会影响到情绪 去年猴祭的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大家都蛮难过的 但是毕竟今年是新的一年 那希望就是借由 就是这些事情 让自己有一些 更多的努力的方向这样子 那希望就是 不会因为这些事情 而去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那希望今年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年 马铃鱼队今年有62名球员 参加春训 其中有33名投手 球员年龄曾添年薪 也让新球季的开始 展现蓬勃的生气 中央社记者廖汉原 佛罗里达州朱比特报道 中央社记者 这一集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 为替美国首府 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法国选民激情呐喊 迎接四月登场的总统大选 62岁的前总理费拥 代表右派共和党出现 原本民调一路领先 几乎笃定当选 却在最近爆出妻子 涉嫌坐领国会甘心的宠闻 形象重挫 民调大幅下滑 选情告急 费用的妻子潘尼洛普遭爆料 以费用的国会助理 和一本民间刊物的顾问 两份工作 领取共90万欧元 约新台币3000万元的薪资 但都没有实际工作产出 除此之外 丑闻也波及费用的两名子女 费用声称担任参议员时 雇佣两名律师子女作为助理 但媒体追查 他的小孩当时尚未取得律师资格 费用的说法显得疑点重重 虽然雇佣家属为助理 在法国并不违法 但若只领薪水没工作 可能涉及侵吞供款 目前检方已针对费用家人 展开调查 费用态度一度强硬 痛批左派政敌发动制度政变 但最后不得不道歉 晚回民心 死了 �� logr Lily 工作在我的女儿 和 awkward wounded 这同时尺佣 不尽anges 好的疼 信任 在工作上和我女兒子和我女兒子 我感受了這個信仰 這份信仰 這份信仰的信仰 這份信仰是一件事 我感受了深刻的誤解 我感受了解釋的誤解 像很多議員的議員 我感受了一件事 雖然雖然 但那裡是很明顯 费用从政35年担任过国会议员 高等教育部长 劳动部长 还在前总统沙克级任内 担任长达五年的总理 政治资历丰富 但向来给人低调简朴的形象 无名先生费用参加党内初选 一开始也不被看好 但相较于党内其他对手 他提出的经济改革 包括大坎五十万名公务员 减少失业津贴 废除每周三十五小时的工时限制 延后退休年龄到六十五岁 具体有目标 让费用义军突起赢得初选 成为右派新共主 他做了一个很美丽 他非常担心 非常判断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们都很愿意 但在这个资历里 这资历里的资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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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到总统的资历里 法国在总统欧兰德执政下 同步攻击平船 选民对左派政府已失去信心 备用的证件 主张打击非法移民 实施移民限额制 针对打击伊斯兰国 愿意和叙利亚俄罗斯合作 都和欧兰德立场相左 也吸引想要改变的选民 曾是总统热门人选的费用 现在丑闻缠身 冲击政治形象 造势场合 轮于辩护大会 导致政见失交 党内甚至一度传出 另派候选人的声浪 费用表态坚持参选到底 不过形象由红翻黑 已失去选举优势 法国总统大选 外界认为将成为极右派 与中间派对决 未来谁来当家 历经英国脱欧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世界都在关注 中央社综合报道 带您关心生态议题 当代生物学期刊 发表一份报告指出 原本就冰围的非洲企鹅 近年来食物更加短缺 研究显示 因为气候变迁 和人类过度捕捞 从南非国家 安哥拉南部 到南非西开普省一带 原本是企鹅丰富的 捕食水域 最近渔群大幅减少 预估将导致 年轻非洲企鹅数量减少五成 科学家正考虑 把这些企鹅 运送到食物充足的地方 期盼能够解决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